各位我是呂志华 两个星期前10月17日 我拍了一条短片 表明我是反对明日大鱼 这条短片出街之后 引起那些观众激烈讨论 有部份人士反对我的意见 甚至 他们认为我是帮地产霸权说话 亦以为我是利益既得者 因为我有楼 所以我就反对明日大鱼计划 当时我也是想过 想回应大家的留言 但后来我都不想这件事 一直争拗下去 但最近 我见到很多宗新闻 而这些新闻方面 发现到建制派 跟我一样看法的人 似乎是越来越多 例如 是何君尧议员 现在他也是提倡 在大湾区 就是建社区 而认为应该是放弃明日大鱼 而至于 港区人大代表 郑耀堂 同样 他也是另寻新的方案 他现在就倡议 在大湾区 轮近香港的地方 兴建这些楼房 被香港人居住 大概 能够容纳50万港人居住 而 发展横琴模式 同样 他也是不推举 明日大鱼 计划 近日 闪师傅更加 说明 与其是明日大鱼 不如 今天大鱼 为什么 他们 都和我的意见一样 都认为明日大鱼 这个方案是不可行 以及 有关观众留言 批评 今天 我都想借这条片 回应 好了 在我未踏入正题之前 希望大家记住 订阅我 李志华星鑫雜誌 以及 按下小铃铛 以及将这条片 广告 多谢各位 我华哥一向是直长直到 见到社会不公平的事 我一定会出声 我亦不会考虑 得罪了什么人 所以有时讲的 可能大家听下来 相当不愉快 很耐耳 但是 我一定要讲 主要原因 我就是希望 香港会好 我不希望香港会沉沦下去 所以 当我认为社会 有些事不正确 虽千万人不妄议 我一定会出声 当 明日大鱼 这个计划 林郑刚刚向公众宣布的时候 我已经是在这些专栏里面 表明反对 反对 最主要原因 只有一点 我就是觉得 填海 见到 这样去 起楼 是成本效益 最低 最不可行的一个方法 目前香港 还有很多 可以替代的方案 所以我就是反对 你说我是 帮地产霸权说话 我先利益申报 我从来又不懂任何一个 是地产霸权 我只是在二十几年前 当时我在星岛日报 写一个 香港富豪列传的专栏 就见过 恒基地产 李兆基一次 帮他做了一次访问 那就是我 可以说是陛生 直到今天来说 唯一见到的 一名地产霸权 亦都是只见过他一次 之后 绝无来往 所以 你说我帮地产霸权说话 我真是莫名其妙 一头雾水 还有 不说可能你不知道 我都是很反对地产霸权 大家可以看到我以前的短片 你看一下 当这个政府补就业计划 将钱是给了那些 白佳、惠康 白佳和惠康 根本都是地产财团 其中一些这样的生意 我已经是极力反对 认为这样做法是不对的 这样做法是不能够将钱 给到真正有需要的人 还有我亦都是 在我日常生活之中 都是身体力行 反地产霸权 我本人来说 一直坚持 我家里 是买些水果 是那些鲜肉 又或者 就是那些 菜梳 全部都不会 帮这些超市 原因就是我认为超市 是过度包装 你想想 一个苹果 一个水晶里 又要用发泡胶 装着 在外面又有保鲜纸包装 重重的包装 是相当不环保的 第二 我亦都是 希望透过我身体力行 令到那些小商户 是有钱赚 是有生存的空间 我现在就不看报纸 以前来说我每日买报纸 我都是帮顺街边的报返 这些钱 是我一定要出的 我当然希望 是小商户能够赚到 就不希望这些钱全部 落入大财团的手上 所以我在这里 也可以顺便呼吁大家 如果你买很多 那些 日用品 又或者 那些 生果 蔬菜 鲜肉 尽量去帮顺街市的 摊当 让他们的小商户 有生存空间 这个就是我身体力行 反霸权 反地产霸权的 一个证明 所以大家不要用阴谋论 去想一下 为什么我会反对明日大嶼 因为我看到 明日大嶼 这个计划是不可行的 是会累死香港的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很多 建制派那些议员 都是在想 替代方案 其中 大家所想的替代方案 都是希望 大湾区 有另外一些地方 可以撥地 被香港 建楼 被港人居住 然后 是好似橫琴模式 归香港特区政府 去管载 这点我绝对支持 我都希望香港 很多人能够安居落叶 上一次我亦都说过 香港现在 想找地 建楼 是有方法的 只不过政府 不去做 孙师傅说了 香港有些农地 棕地 可以发展 只不过政府 畏首畏美 他怕这样做 就被人说是官商勾结 这点来说 我觉得很好笑 其实你填海 明日大约计划 何尝不是官商勾结 如果你想说到这样 无限引申 一样是官商勾结 大家想想 湾仔会展中心 是谁建的 新世界发展 当时为什么 你们不说官商勾结 第二 如果你怕官商勾结 就算你填海造地 都是摆脱不了这个罪名 大家就看看西九 现在西九临海 那一块地 到今天都不能够 卖出 为什么 就是因为 大家都谈不到一个方案 应该怎样出售 如果 全部 给了一个 财团 于是大家又说官商勾结 如果割税了 又没有整套发展计划 总之你怎样做都是有错的 所以根本政府就不需要理会这些风言风语 大家要执政来做 和透明度一定要高 所以 收农地 或者是找些棕地起楼 是可行的 和成本是很轻的 和 可以很快已经是起到楼 大家记住 填海造地再起楼 大大话话 如果能够三五十年起到 我跟你说已经是奇蹟了 为什么我这么说 大家再看回西九 当时西九临填海方面 填了三百多公顷 其中部分已经起了楼 已经建成九龙站 但是剩下那些土地 例如西九临艺术文化中心 一直沿海土地 雕空到现在 已经雕空了二十几年 完全都没建过楼 完全都是荒废了在这里 但是剩下那些土地 例如西九临艺术文化中心 一直沿海土地 雕空到现在 已经雕空了二十几年 完全都没建过楼 完全都是荒废了在这里 你想想 由填海到现在 已经二十几年 都完全建不了楼 如果真的再建楼 要多久 大大话说三四十年 你想想 如果大嶼山 都是这样 要三四十年才能建楼 所以 为什么我上一次 一条断片就说 三四十年之后 香港的楼宇 一定是过成的 因为我们这一班人 可能已经去见上帝 甚至不要说可能 大部分人都见了上帝 那些物业就不能带走 所以一定会遗留给香港 遗留给下一代 而下一代 到时 不会是没有楼 只会 楼越来越多 除非香港人口不断增加 现在七百五十万 去到几十年后 可能 去到千多万 但是是不是这样 政府的数展估计 香港人口最高峰 若莫 800到900万 跟着 就随着人口老化 人口一路是会少了的 这些我们是全部要计算在内 你是说 填海造地 起楼 是三四十年后的事 不是今天的事 所以你说 今天很缺楼住 所以要填海 这件事来说 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的 好了 跟着我就要说 有些观众就留言 他说 香港政府所做的事 一向都很多人反对 他就引用新机场为例 他说当时 玫瑰园计划 一样 就很多人反对 结果现在大家都知道 新机场是十分之 需要 和 当时政府 一意孤行是正确的 但是大家有记不记得 当时是谁反对 这个玫瑰园计划 谁反对 新机场计划 就是中央政府 那么中英政府当时做的事 对不对 到今天来说 我都觉得是正确的 他当时的反对是对的 为什么 我解给你听 当时来说 香港的储备 有成千亿 而英国政府 临走之前 就想用完 所以 那个新机场计划 就用了 900亿 就是用清了香港的储备 才走 你又说 英国政府当时的心想着什么 所以当时 北京政府就极力反对这个计划 双方就谈了很久 终于落实到一个妥协方案 就是 这个新机场 计划 继续执行 和 是尽量 就是起到 但是呢 就要将 这个新机场的计划 限制在一个预算成本之内 和 英国政府 临走之前 一定要留给 特区政府 250亿的 财政盈余 由于英国政府肯了 同意了 这样 这个新机场计划 才可以 执行 和才可以 去马 当时 中央政府 他所担心的东西 就等于今天 我们所担心的东西一样 就怕 这个特区政府 林郑政府 用了那8000亿 丢下海 到时香港 一毫子 财政盈余都没有 万一香港出了什么事 例如 有外资来 冲击我们 港元汇率 我们找什么去对抗 将来 香港真的有些东西 是很急需用钱的时候 香港没有了 财政盈余 那些财政盈余全部 丢下海 那我们怎么办呢 现在特区政府 将两元 乘车优惠 优惠那些 六十到六十五岁 长者 这一个计划 都想 压后或者 拖持 去执行 为什么 库房 已经是没什么钱了 还有 大家都知道 现在 那些长者 安老的服务 亦都是 受到 严重影响 你想想 香港 这么急需 这些服务 人口越来越老化 好了 政府这些事不去做 就将政府所有的钱 沽住一宅 丢下海 然后 填海 造地 蓄楼 你说 这世界上有哪个政府 敢 去沽住一宅 做一件事 除了英国政府 没有临走想用 香港的财政盈余 之外 我暂时看不到 哪个政府会这样做 所以 如果大家冷静去想一想 不要常想买楼 起楼 你要全盘 看看香港 目前的 境况是怎么样 你才可以 很客观 去分析这件事 很客观看一看 明日大婴 是不是一个可行的计划 好了 上一次 我就引用 杜拜的中壘岛 他们填岛失败了 我觉得 前居可夹 这些观众就留言 他说 现在 新机场都是填出来 我可以跟你说 不要说新机场填出来 现在南沙 很多岛序 都是 是扩大了 填了出来 但是大家要 分清楚 新机场 或者南沙 那些岛序 扩展 去填出来的土地 它不是下来 建楼 它只是下来 建跑道 让飞机升降 这点有 很大很大的差别 你想想 一个地方要建成在 200万人居住 里面包括了道路 包括了高楼大厦 包括了人口的重量 现在暂时全世界都没试过 你香港 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尝试 还有 很多人说 香港现在 现在一向的土地都是填出来的 没错 现在 好像西九 300多公斤 都是填出来的 但是 填出来的地方 是很小的 只不过是居住 几万到十几万人 现在说的是居住 200万人 还有 大家问一问工程师 在一个大陆架 伸延出去 少土地 容易去填 定时益 或是在海中间 这样建一个岛 容易填 所以 我们从 成本效益 从时间性 从可行度 全部 都发现到 明日大月 其实根本就是一个空中流角的计划 对解决香港 目前 不够楼 是完全 没用的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 我反对 可能是因为我持有物业 我怕楼市跌 其实我也想楼市跌 我也想楼市跌 因为如果楼市跌 我才可以换大一点 住得更加舒适 大家都是想这样 但是 当你发现到这个计划 是影响了很多香港人的 是一个不可行的计划 我们不可以 看到而不出声 我们想香港好 我们不是盲撑的 我们见到不对的东西 大家就拿出来讨论 如果不是 社会是不会进步的 我现在对何君堯 郑耀堂 所提出的计划 我肯十分之欣赏 以及十分之支持 多谢各位 我肯定要重要了 我肯定要看 我们舍在任何人生活 那样 词 我肯定要看 我肯定要看